作詞 作曲 編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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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現存冠島最早開發的地方 但是受地理反應因素的影響 生活調整本來 生命接受到一個機會 所以並沒有參加到文字文學 只是用一種簡單歌唱的形態 發展性民謠人情 生生到今天有名的 農教民謠 所以恰恰地區的文學 一句話可以含蓋 這就是歌謠文學 農教民謠 有什麼叫做行春名謠 所謂農教就是只請贊以及行春地區 農教名謠有個因為曲條不一樣 有寶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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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寶 尤其是蜀雙雞 是臺灣民謠的協調中 最初出名的 差不多年過四十歲的臺灣人 沒人不會唱其中的這兩句 對著蜀雙雞 關蜀中的 大母子娶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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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人人愛 放肆大母子 可憐大 的關蜀中 是人人都很熟悉